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放了两个多月 每天都帮忙 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不明的行为 政府为了保护他 所以临时关闭了 现在又重新对外开放 但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 得提前预约 那老婆会很难得约到了两个名额 那到底有多神明呢 老婆会带你们去一趟究竟 从曼谷到这里的路程700多公里 我们现在快到了 目的地就在左边的桑桑 这里是奔刚的富兰卡国家公园 到了这里就只剩下电波的泥土路了 我之前已经在网上预定了 现在在确认 还有登记名字 电话 体温等信息 还有买门票以及保险 外国人是240株 泰国人30株 区别有点大哦 那我们现在准备上上了咯 但是上上之前要戴手套 因为等一下可能又握那个树藤 会有一些刺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上上之前得戴手套 而且不能带任何的纸啊 然后塑料袋跟瓶子那些要登记 又揪押金回来又给他看 不然的话押金不退 上 这里都是纯天囊的台阶 有些地方太陡太滑就加一个铁梯 这个铁梯没有锁紧的哦 就只是这样靠着 下不了铁梯的就用麻绳固定在树上 拉着麻绳往上爬 我一开始爬得太快 没控制好节奏 到这里已经连事苍白爬不动了 感觉到了一个临界点 再动就会吐或者晕了 我现在已经快到了 刚才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候 我已经是累了一个不行 就是整个快呼吸不了 就会有点晕眩的感觉 我就想下伤了 那还好 一起上来的这两位姐姐跟这个是导游 顺带提一下 这里你来的话 这个导游是免费帮你带上来的 当时肯定就是我们下去都会给你小费 但他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你看你的心意去给 然后真的很感谢他们 就是刚才我快步行的时候 我就说你们上吧 我不行了 让他们跟那个我们的摄影 小哥哥上去 但是他们就跟我说 没关系 你先在酒都可以等 半个小时一小时 我们一起等你一起上去 真的 他就是不想不认识在下边 就是碰到了 然后就一起上上 他们就这样等我 所以说 团队的合作真的很重要 那我现在让他们跟大家说 说哈喽 打个招呼 OK 关风卡 关风 关风 说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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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欢迎大家过来这边玩 过来爬山 过来梦干 泰国王 然后北部 平时是不运动的人 来爬这种伤 真的是执摸死我了 如果不是为了拍视频 打死我都不会来 真的是太难了 不过好在一路风景特别美 大家看到这块石头 像不像一个星星的头 眼睛 鼻子 嘴巴 下巴 连到脖子 都有了 马上就到了目的景点了 这边是第三个头 就是死眼睛 然后下来 这个是嘴 看到有没有像 这是一个头 这是一个眼睛 对这种自然界的神迹 泰国人一般都很敬重 都会膜拜 从洞口下来两边是巨大的石头 石头上的纹路看起来像是石的鳞片 整块大石就像旁旋的巨石身体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根据网上的视频资料 如果经过雨水的洗刷 感觉会更逼真更震撼 石身旁边就有这块很像石头的岩石 在山洞的附近有一处石头很像石的腹部 而且它有一个洞 看起来就像是石的肚脐 接着我们就登上了山顶 这里供着几尊佛像 我们眼前的这两尊佛像 其实刚才在山下就已经看到了 细心的朋友发现了没 就是标红色的这里 紧接着我们往另一边下山 来到了一处悬崖 这里其实也算个小佛堂 供着几尊佛像还有高僧 导游说可以对这尊黑式的石佛像许愿 如果愿望容易达成的话 就可以轻易的抬起来 仿制只很难 那不愈也许了一个愿望 再往下走就发现了第一处石头 这个也是最逼真 往上讨论度最高的 一开始提到的说 很多一些不文明行为 就是之前一开始刚开放的时候 很多人来了之后就像这里 一般泰国人看到这些神圣的东西 他可能就会想来摸一摸 这样子是错误的 不能这样子做 他们就摸摸找数字 所以就把这些文理很多东西都摸没了 最后来就是零食光辟的加了这些东西 其实这些还是只有靠自己的啦 就是不要这样子的 除了人为的破坏 其实大自然也有可能会损害这些奇景 所以想看的话 尽照来个哦 今天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 纳卡洞 今年五月份 我发现了这个洞穴 这里的石头像是旁旋的巨石的身体 而且石头还组成了石的鳞片 为妙为修 更神奇的是 洞穴附近还发现了像是石头的巨石 有些人认为天良的石头不可能形成祖石形态 里面可能封印着 纳卡石神 那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纳卡石神 我们先来看几个视频类比一下 这个画面是不是勾起了你儿时的回忆 没错 这个是新白娘的床旗 也是我们中国版的白石传说 其实泰国也有白石传说 之前有部很火的泰剧桑面那家 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在泰国女性的石神叫Naki 还有男性的石神叫Naka Naka是放石 是印度旧跟佛旧神话的主要成员之一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Naka是头上有鸡酒的巨石 但他不是幽 是有法律的神哦 传说他是妹公河的守护神 掌握着河流河降雨 Naka传说在泰国不只是神话 也是一种信仰 特别是伊藏地区 在寺庙等圣地 都可以看到Naka的丢相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今天的旅程也来到了尾声 那不会又开始下上咯 最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帮我关注点赞转发哦 我们下个旅程再见 拜拜